一个永远也装不满的垃圾桶 无论人们丢进去多少垃圾 最终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被丢掉的垃圾到底去哪了呢 其实这正是瑞士研发的一款新型地下垃圾桶 其实在此之前 瑞士当地就研发过一款地下垃圾桶 所有被丢进垃圾桶内的垃圾 都会通过真控管道 以便运输到垃圾回收站 当垃圾堆满垃圾站后 再由相应的垃圾车将其运走 不过这种涉及耗费的成本巨大 还要铺设大量的地下管道 反观这款新型的地下垃圾桶 只不过在垃圾桶的正下方 安置了一个大型的垃圾容纳舱 它所能容纳的垃圾 能达到普通垃圾桶的数十倍左右 足够满足一个小区的居民连续使用一个星期 当垃圾快要被填满时 只需要开了垃圾车 将地下容纳舱取出 在垃圾清倒完毕后 还可以对容纳舱进行清洗 保证垃圾桶的捷径 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样的设计不仅极大节省了成本 而且避免了垃圾堆放室外 产生了污染问题 屏幕前的你们 觉得这种新型的地下垃圾桶 到底怎么样呢